共读圣玛窦福音 那时候 有些法利赛人前来试探耶稣说 男人为了任何理由就可以休息吗 他回答说 那创作者从起初就造了男人和女人 又说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结合 二人成为一体 你们没有念过这些话吗 这样 他们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了 所以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 他们问他说 那么 为什么梅色却吩咐人下修书修期呢 耶稣对他们说 梅色因为你们的心应 才准许你们修期 但起初并不是这样 我对你们说 无论谁修期而另取 除非因为平居 就是犯奸淫 凡取被修的 也是犯奸淫 门徒对他说 夫妻的关系如果是这样 倒不如不结婚好 耶稣对他们说 这话不是人人都能领悟的 只有那些得了恩赐的人才能领悟 有些不结婚的人是因为生来有缺陷 有些不结婚是因为被人损坏了结婚能力 有些人却是为了天国而放弃结婚权利的 谁能领悟就领悟吧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 耶稣 面对法利赛人的另外一个问题 开始谈起 离婚 所以我想 借这个机会 给大家反省 跟这个有关系的一个主题 圣照 或者说 两种基本的圣照 天主造人 教我们活在世界上 他给我们一个使命 我们是他的孩子 将来在天堂继承他的产业 但是在世界上 我们都要按照他的话去生活 这就是圣照 我们按照千主的召唤 去活出他给我们的使命 一个基督徒 基本上有这两种圣照 一个是婚姻的 一个是 现身的 主要是这两种吧 所以做父母的 从孩子 小的时候 就做好思想准备 尊重孩子 将来他长大以后 这两条路 让他自由选择 而不是 一味地想着 我们自己结婚了 现在孩子好好读书 将来好好地 工作 然后在那里 开始买房子 准备谈对象 结婚 就好像这是唯一的出路 不 孩子是天主给的 就像小德兰的父母 他们的口号 一直是 要把孩子 带到天主那里去 只有我们朝着天主 召唤的方向走 才会幸福 而不是随着自己 或者随着别人 因为天主的召唤 是在我们内心深处的 一种声音 不是父母 或者其他人 强迫我们走哪一条路 而是自己内心觉得 从小慢慢地 或者透过发生一些事情 开始有一种倾向 决定度什么生活 平常我们说 我们家有几个孩子 但是犹太人 他们是天主拣选的民族 很有智慧 他们不这样说 他们说 我们接受了几个孩子 也就是 亚维 天主 赐给了我们几个孩子 他们不说 我们生了几个孩子 是说 我们接受了几个 你看 孩子 其实在我们内心深处 应该感恩 承认 是天主的礼物 他要我们 好好的 养活 教育 让他们在家庭 在社会 承担这份使命 为别人 服务 帮助别人 将来 回到天主那里去 接受赏报 可以说 这个是我们人生的 整个历程 从天主那里来 回到天主那里去 像一次大的旅行 有的时候我们 光是忙着过日子 就忘了 我们从哪里来 有一天还要回到哪里去 我们肩负着一种使命 就像天主是爱 当然他给我们人 的使命 也不外乎是爱 因为人就是按照他的样子 造的 去服务别人 所以才有了这两种圣招 七件圣事 用今天的新的名词 划分的话 可以分三类 哪三类呢 第一类是入门圣事 圣习 坚振圣体 我们一加入教会 先需要领洗 随后进入教会的门 成为教会的家人 我们虽然做了天主的孩子 还是带着我们的软弱 有可能再次跌倒 无论是身体 还是精神 所以耶稣随后建立了第二类的圣事 治愈的圣事 当我们灵魂 失足的时候 接着和好高洁 重新站起来 当我们的身体生病 彷徨无助的时候 有病人富有 让我们再康复 坚强 随后 第三类圣事 那是 被称为 或许很多人没有听过 服务的圣事 最后剩下这两件 圣志圣事和婚姻圣事 之所以被称为服务的圣事 就是这两件圣事 对于领受的基督徒来说 它不是为自己领的 每一件圣事领受一个使命 同时 他也得到一种力量 一种恩宠 帮助他完成这个使命 就像耶稣叫伯德鲁 来吧 他召叫每个人来吧 如果你注视着耶稣 一定不会下沉 你一定会从水面上 即使不可能 也会走过来 是的 当天主召叫我们 给我们 无论哪一种召叫 不容易 但是我们注视着他 靠着他的恩宠 一定会完成 所以这两种圣事 被称为服务的圣事 使命的圣事 圣志 神父主教 执事 我们领受这件圣事 不是为自己 而是为服务别人 我们也是基督徒 跟你们一样 但是天主召叫我们 领受了这件圣事以后 让我 单独出来 为你们服务 为其他的基督徒服务 所以他被称为 服务的圣事 我讲道理 不是为我自己听 我生病了 我不能给自己 忠服 我有罪 不能自己给自己 是需要找别人 所以我做神父 不是为了我自己的方便 而是为了服务别人 那么 另外一件服务的圣事 就是你们大家 所领受的 婚姻圣事 它怎么也是服务啊 讲圣志圣事 容易理解 那是站出来 为大家服务 放弃自己的工作 家庭 专门服务别人 可是婚姻圣事 服务于谁呢 很显然 首先 服务于你身边的这一位 你的另一半 你领受这件圣事 是为了他 随后 为了孩子 为了这个家庭 然后好好的 为孩子付出 教育孩子 为了社会 同样 天主 召叫我们基督徒 领受这件圣事 服务别人 所以在这一回 又一次 打破你们的观念 有的人结婚 完全是为了自己 这一回 我不愁吃 不愁喝了 太太 妻子很会做饭 我就喜欢这样的 以后 有人给我 做好这一切 料理家务 一点问题都没有 会照顾得我很好 我这一辈子不发愁了 可是另一位可以说 哇 这次结婚 我太幸福了 有一个丈夫 花不完的钱 什么时候 只要我伸手 她就给我钱 我想买什么 就买什么 想怎么享受 就怎么享受 我真的 太好了 我们看到今天 为什么这么多人离婚 就是很多人 抱着这种观念 结婚 是为了满足我 可是有一天 对方不能满足我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 没用 可以丢弃了 可以换另外一个人 让我高兴的 让我喜欢的 完全跟天主建立婚姻的初衷 是相反的 天主让我们领受婚姻 圣事 他建立婚姻 是让我们像他一样 去服务 服务别人 而不是让另外一个人 来服务我 所以基督徒啊 我们也要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被天主招教 领受 这件圣事 是为了服务身边的人 让他每天更开心 让他觉得 由你而幸福 每个人这样 还能离婚吗 要不有人问耶稣 可以离婚吗 耶稣说你们真不懂 天主一开始 让男女离开父母 形成一体 天主结合的 怎么可以离婚 不可能 为什么不能离婚 很简单 爱的本质 是永久性的 如果你交一个朋友 他说好 我们今天吃饭以后 哇 我们真的是好朋友 但是三个月吧 三个月以后 咱们就拜拜 谁也不认识谁 你会跟他 花时间 交朋友吗 如果你在谈对象 这个说 你哪都好 我真的很欣赏你 愿意跟你过 可是我们相爱 就三年吧 三年以后 我们都自由 我可以找我喜欢的 我爱的 你也随便了 那你那时候 会不会舍得 终身相许呢 也不可能 所以爱的本质 是一辈子 我才有安全感 就像父母爱孩子 他不是 我爱你十年 等你长大了 能自理了 那跟我没关系了 不 一直到他自己老了 白发苍苍 坐在那里 摊在床上 还心里惦记着他的孩子 这份爱是持久的 所以爱的本质 要求我们 一辈子给予 另外 天主是爱 天主爱我们人 没有因着我们的过错 或者怎么样 而改变 所以天主建立的婚姻 也要我们宽恕 也要我们持续 直到永恒 直到有一方死去 能恋悟的 就恋悟吧 阿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